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美国为带头的经济状况 出现了一种 只能脚步确定 你要说今天暴跌 这个那很多朋友说 太绝对了 但它总体的趋势并不是很好 星期三就出现了下跌 那今天再次出现下跌 470多点 1.5%大概是 到琼斯 它整体的整个股盘 跌破了 已经跌破了37000点 其实这个呢 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这里面有很大的 就是有很大隐藏的东西在里面 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比特币 比特币出现 突然出现暴跌 比特币跌了 4.81% 一下跌到了 67000块钱 它早上的时候还7万多块钱 那我们看到的其他的这种货币跌了8%点多 10%点多 12%点多 然后12%点多 那这个就这个说法呢 就是就显得更特别 那因为我们跟大家分享过 穷爸爸富爸爸的故事 穷爸爸富爸爸的故事 他就说存黄金白银 黄金 大家看一下黄金 黄金实际 现在是两万 2360 那这是收盘值又跌了 但实际呢 今天最高上到了2446 2446创历史最高点之后 突然有人往下砸盘 那白银也是 白银上个上最多的时候 它涨了5%点多 所以它就出现了 在我个人理解当中 出现了巨大 你可以说是一种 有投机的行为 出现了很大的一种变动 那往往是 创造历史新高的时候 都会往回打一些 但终归 它在今天创造历史新高 黄金白银创造历史新高 而比特币呢 却骤然下跌4%点多 甚至这个 这个所有这个 这个所谓 透过当代的这个货币 比特币也好 狗币也好 猫币也好 都在大幅度下跌 它代表着不确定性 而富爸爸 穷爸爸说法呢 就是黄金白银跟比特币 那比我们跟大家解释过 我说比特币呢 有它相当大的魔性 佛跟魔都 都是比人要厉害 所以黄金白银 就没有来处 人们都认可它 它的历史的悠久 就跟人类的生存历史悠久 是一样的 但是比特币不是 比特币 比特币我这么讲吧 把电给它断了 你拉了电门 它什么都没有 没错吧 你把电门拉了 那比特币可就什么都没有 也就是说 有一天在电脑上 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有一天AI产品 可以挖掘你 把你比特币偷走的话 你可啥都不知道 所以我就想说 问哪些玩比特币的 我不知道它怎么想的 AI产品 按照马斯科的说法 明年 AI的聪明智慧 超过人类 它把你比特币挖走 你觉得可能不可能 因为它 AI的产品 跟比特币 是在一个世界中 你在是它对 你所在的地方 是它对立的世界中 你在操控它 那一旦它操控了你 你是什么 所以这里面就跟大家分享的意思 就是说 整个金融市场出现了混乱 美国的一些媒体 一直在谈论现在 美国人的住房状况 租房的跟买房子的日子 都不好过 租金在往上涨 而买房子利率在往上涨 所以租的买的 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出现了一种很大的一种麻烦 房屋贷款的 房屋贷款的这种抵押呢 创造历史新高 所以你就 如果我们笼统的说 美国处在一种 就是它整个经济层面 一种爆破跟爆炸状况 爆破跟爆炸状况 就是 1%或者5%的富有人 就是你这么算 比如说美国 5%的 什么叫5%的富有人 家庭收入呢 超过25万吧 25万美元 就可以进入5% 那其他国家可能 就这么个比例 大概进入1% 可能是 100万是200万 200万到300万 你可以查 所以你都可以 它是讲家庭收入 那这些人 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反过来 95%的人 将深受其影响 那影响最大的 就是 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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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使得家庭负担 难以承担 那 有一个很特别的人 摩根大通的老板 摩根大通的老板 他直接讲述了 今天再次发表声明 他讲通货膨胀 战争 就是地缘政治 跟美联储的政策 已经对整个 金融经济 对整个美国社会 带来巨大影响 摩根大通是美国最大的银行 最大金融机构 而他老板扮演的角色呢 基本上唱反调 说句心理话 他就像唱 说那鬼来 就是狼来了 狼来了 但他同样是在这个金融体系当中 举足轻重的人物 所以给我的感觉就是说 他唱 有唱红脸 唱白脸 所以不知道 他是唱红脸 唱白脸 那让他们感觉到呢 金融体系 什么意思呢 就是 我说白了 我不太相信他 我不太相信他的人品 我不太相信 原因就是说 整个在疫情期间 所暴露出来的 美国社会的价值观 顶层的社会价值观 不地道 里面正反有欺诈成分 就是他们表达的 即使表达正的层面 对的层面 他也有他不对的那种 真正恶的背后的目的 所以就有唱红脸 是唱白脸的 但是呢 如果你让我们说呢 可以看到通货膨胀战争跟美联储 美联储政策是一手 美联储一手缔造通货膨胀 你还有什么 就是干的也是他 不干的也是他 杀人的也是他 被杀的还是他 就是他一个 那战争呢 谁在推动战争 所以这些是根本的原因 推动战争的人 抱怨通货膨胀的人 制造通货膨胀的人 是一会儿的 就是我们在大疫情中跟大家说的 大概这全球就是几百人吧 百来人吧 千八百人撑死了 就这点 西方国家的顶层的首脑 那顶层的首脑 包括这个 包括他的 他的政府的首脑 负责财务的这些 这个财经的老板们 然后就是金融机构的老板们 然后就是这些 那金融机构跟目前我们看到的 一些社交媒体 大机构这些老板 其实都是通在一起 你数手指的都可以数出来 对不对 所以在华尔街 华尔街大老板 你可以数出来 互联网的大老板 你可以数出来 就这么几家 他控制整个人类社会 他们相互依存 他们想相互侵障 有难度 确实有难度 谷歌 Microsoft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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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Miti 对不对 所以他就是这样 苹果 真的是可以数出来 那 习近平请中共 请美国的大佬们 不就请20个CEO 所以基本上是等同的 蒙根大通老板 戴蒙今天再次警告 通货膨胀 战争 就是地缘政治 构成了基本最大的威胁 他说如果总体说呢 经济状况很指标还好 但这指标好 其实很多是假的 在虚假的背景的营造下 然后呢 那大公司 大的金融机构 他可以获得钱 美联储印完 美国人印完钱 就给了大公司 他拿着钱 就进了股市 其实就这么回事 可怕战争暴力 令人不安的全球格局 那给摩根大通带来 不确定的因素 持续的通货膨胀 是根本的 而美联储提取 他在7.5万亿美元 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 他在量化紧缩 每年呢 他说每年提走1.5万亿 什么意思呢 就是美联储呢 在往回收钱 往回收现金 那往回收现金 他没说是因为提高利率 什么 他没有这么讲 但其实呢 在收现金的背景之下 你看是他1.5万亿 从2020年到2023年 他往外放了6万亿 他为什么提着1.5万亿 可能跟他放的6万亿现金有关 而6万亿在市场 已经这么衍生了三四年了 而这些钱现金 是包括摩根大通这些人拿走了 而这些钱是虚的 你下面没有黄金 作为等量的储存 也就变成了6万亿呢 在市场运动 在市场活动当中 这6万亿资产是假的 完全是 就是把美国本身的资产 给稀释化了 就是通货膨胀基础 而摩根大通老板 却埋怨他每年收走1.5万亿 每年收走1.5万亿 跟6万亿在社会中的衍生的过程 在这些大户手里衍生的过程 他却没提 所以摩根大通老板 从某种程度上 他在骗人的 我一会儿跟大家分享 另外一个节目 就能听出来 有一条评论提到 美联储降低他持有的国债 和抵押货款 预备券的水平的程度的一种标志 央行允许每个月 提走950亿美元的收益 而不再进行投资 2022年6月份以来 持有收缩量1.5万亿美元 他说这是努力的一部分 为了缓解通货膨胀 2022年6月以来 一共到现在才收走了1.5万亿 而这期间他往里放了6万亿 所以他6万亿他没提 大家要知道这就是坏蛋 他不是紧缩 他是为了把他不合理的冲淡了市场 就是毁掉了市场的钱 再逐渐掩盖他的罪恶 所以他提到三大问题 带来巨大的未知数 那三大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 他没有那么大的钱进入去 6万亿进入到市场 然后被这些金融集团在6万亿的基础上滚动起来 产生的扶须的价值 那这种浮夸的价值就像股市一样 都是浮夸的 所以米联储想收 那商业银行呢 其实又怪他 说你收 你在收给我收崩了 对不对 你在往会收钱 我摩根纳图都能崩落 其实这些就是我说的 红脸白脸很难说的 他提到通货膨胀担忧下提到的 因为上涨速度太快 超过预期 市场对有关降息的概念 又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他本来就降不了戏 就是美联储在骗人 他有六万亿的现金在里 白扔进去的 他不往回收 他怎么去降息 所以这就是欺骗普通的人 我觉得就是欺骗普通的人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意思 就是说有唱红脸白脸的 同时提到 现在的整个金融市场 就是牵扯到美国经济基础的本身上 出现了巨大动荡 就是不确定性造成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